堅如盆石, 宅備有升, 石破天驚 主持鄭宇石, 曹家超 教授, 2021 年我們可以宣布石破天驚可以復播 以後每逢星期一都會回來和我們見面 但你都算是進入了退休的時間 怎樣都算是要減產 都七十月以上 我知道你都應該有很多話想說 但都需要減產, 畢竟都要退休 2021年第一個石破天驚 我不知道教授你有沒有迷信 但我看回去年 有很多預言家都陸續說 今年很糟糕 2021年不會比2020年好過 包括武漢肺炎的疫情 另外還有一些正經形勢 國際的正經形勢 其實都會比去年可能更加差 確實上個星期 過年之後第一個星期 美國也好, 香港也好 接連也有些壞消息出現 今天也有印尼空難, 真是糟糕 我們將會知道1月11日 特朗普也很可能被啟動彈劾程序 先說回上星期 1月6日和1月7日 這兩天 接連因為香港 香港我們看到有55個泛民被大抓捕 因為舉行35多的初選 但這個初選 竟然是會顛覆國家政權罪 初選 教授一向你搞開 或者你做協調開 你有沒有慶幸你退休得快 慶幸走得快 其實我年紀大 我都過了70歲 好幾年 已經一直安排接班 我記得 上兩屆的民主動力 我首先不做召集人 趙家賢接班 我還留在做副召集人 幫幫忙打閘 籌錢 做了一屆副召集人之後 我覺得應該完全退出來 讓年輕人接班 所以對於趙家賢 被人破門入屋拘捕 是呀 真的 覺得很難過 是呀 這樣也行 用不用 被人拆個牙 也不行嗎 難道真的 你看到他們 揭絲體力都很重要 為了畫面上的震懾 做了一些荒謬 你看到肥奧奶也好 傑斯也好 大佬 鐵鏈鎖他們 神經病 他們又不是武林高手 又不是重量級拳手 你鎖他們做什麼 真的不明白 他們這樣做 但無論如何都好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 不是說需要不需要的問題 而是想折獄你 羞辱你 去搜你家 把你的電腦文件 那些 翻箱到你 總之 找你一大輪 手機也好 什麼都好 都搬去警察 令你覺得 很委屈 令你覺得 去打擊你的尊嚴 令你覺得難過 但是 你也見到 很典型地 好幾位朋友被拘捕的時候 警察就說 手扣一定要靠 頭套你安排 那些人都說 不需要頭套 是不是 就是 我感到自己 沒有什麼毫無羞恥的 值得感到羞恥的地方 我願意以真面目見人 就有人見到我 不用說 要戴個頭套 不敢見人 你也見到 就是小小的 小小的反應 這些朋友 絕對沒有覺得 要找個頭套 但是這樣說 因為 現在 那55個泛民 主要就是 劍子 搞初選 不是問題 你看到 李桂華 這樣做比喻 初選 不是問題 如果你說開車 開車不是犯法 但是如果 你開車去銀行打劫的話 這個行為就是犯法 這樣 變成 你現在 就等於 他現在無限上綱 因為 組織初選 其中一位 就是朋友 看到 戴耀廷 因為戴耀廷 在四月的時候 寫了一篇文 說什麼 攬炒十部曲 這樣 其實他只是說 香港的宿命 這是他自己的 一個 預言 但不是 他現在把這個 宿命 這個預言 說成 一種 謀略 一種 計劃書 等於 號召的人 一起去參與 35多的普選 你說是否離譜 雖然如此 我見到 似乎 戴耀廷兄 都表示 有了 再次坐牢的 心理準備 唉 沒錯 明白 成為眾子之的 風險 很大 嗯 他說寒冬 但其實 他也這麼說 其實他就說 如果你說 寒冬之後 被四面牆圍絕之後的日子 他覺得他自己出到回來的話 春天就會來臨 他的說法就是這樣說 但是 他這樣說 反而更加深寒 那是不是 寓意著 你說出到來之後 出獄之時 就是春天的來臨 那是不是 就是說 就是說 等於 如果你說 春天的來臨 如果你共產黨 不肯低頭 不肯妥協的話 那你也出不了獄 就是 我是這樣理解的 整件事 是 你現在 就是 起訴他們 是用國安法 大家都知道 國安法 是很可怕的 是 在理論上 可以引導你回國內審 在國內審判 在國內坐牢 那麼 這些 觸犯國安法的事情 起碼都三年 最多可以終身監禁 是很可怕的 不是說 以前好幾位朋友 是 非法集結 或者 煽動人非法集結 這些 通常都是 如果初犯 都是幾個月的 那 幸好 可能 一年 一年多些 但是 一到國安法 大家都真的很害怕 至乎 起碼三年 是啊 你這樣搞法 你知道 不是說 只是要坐幾個年 問題就是 你未經過法庭的審理 你都很可能 因為 你現在 你無罪推定 就有等於無 你看肥仔麗的例子 就很清楚了 是不是 你不需要證明你有沒有罪 不需要判你 是不是有沒有罪 即是你馬上要坐 即是未審才判 其實是野蠻成這樣 是吧 你看到黎智英的例子 就已經這樣 現在有疫情 是 法庭通常都要排期 都 不要講長 隨時三幾月 就起碼 是 是 不幸運 就六七個月 哇 那你真是 無端端一抓你 就 要坐六七個月 在拘留所 真的都很可怕 是啊 你現在看到那些人 就是說什麼話 你看到上次 這個 這個 律政司 他們控方 在辯論 這個 國安法四十二條的時候 亦都這麼說 沒有無罪推定 這樣都可以 是吧 國安法第五條 寫得明 就是有無罪推定 你去到審的時候 你又竟然說 沒有無罪推定 是吧 你想一下 這是不是中國式的 無罪推定 是吧 林鄭還在這裏說 是吧 過年的時候 他不知道 找陳志思來說話 就在這裏說 啊 中央呢 真是很體恤香港 很聽我們的意見 是吧 我們說什麼 無罪推定 我們說什麼 普通法原則 全部照單全收 是不是照單全收 你就看到了 其實是 我又說不知道的 是 就是 國安法 出爐的時候 他們沒有生意 是中央的事情 是 現在聽過 他自己 鬼巴後鼻疹說 他有個小組 就是 中央又好聽他們的話 是 這個人 講大話 自打嘴巴 一點都不臉紅 正如他所說 他不只是 病入高峰的程度 去到什麼 百毒不侵 他很喜歡用百毒不侵 來形容自己 翻過來 好像以前 這樣 他現在比以前更壞 他現在 他無恥的程度 完全是 一種無我的境界 真是 是 就是你現在 這個大抓捕 是 就是令到 香港人覺得 那個政治的冷風 和現在 天氣的冷風 就是一樣 一樣 一樣 是 這個 不是說 只是民主運動的問題 我想 每一個 普通的香港人 都會問 喂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 我手上的選票 還有沒有價值呢 我手上的選票 有沒有制衡的作用呢 我還值不值得 去投票選舉呢 就是 你反正說 如果反對派贏 就不算數的 如果反對派 有機會 在現行的制度 拿到多數的 我又要改一個制度的 這樣 大家會覺得 值不值得去投票啊 當然 你可以說 建制派 就說 正中下懷 你不去投票就最對 不去投票 就是 我們贏硬 不用擔心 但是 你真是令到香港市民 就覺得 喂 整個選舉制度 是不是已經破產呢 值不值得去投票呢 再進一步 真是會問 那值不值得有個立法會啊 是啊 就是 立法會如果是這樣 那就不如算啦 是 香港人大好 或者取消了它 反正你都 這麼強 叫行政主導 那第二個問題 真是 喂 現在是不是國安法 呢 就是凌駕所有的東西 就是政府說 用國安法呢 就什麼都可以的 拿去大陸審又可以 不准你保釋又可以 那樣樣有什麼呢 先拘捕了人啊 收了你旅遊證件啊 慢慢再說 那 就是 大家都看到坊間 有個 有個 講法 喂 國安法是不是百合時來的 就是 要什麼就開什麼 要 用來 怎麼用就怎麼用 嗯 剛才教授你講 是不是 就是現在立法會等於廢的 是嗎 橡皮圖章的 是嗎 純粹叫做合理化 就是特區政府所做的事情 就是你做起都沒有用的 你看到今天仰衰到呢 就是其實 今天 就是原定 就是去批那個 就是河套區的撥款 現在這個 洛馬州的 河套區的發展呢 就是 哇 就是你總值呢 是要通過280億 三紅政府的工程 那麼 你看到了 就是 做了16年 黃定光 黃定光 竟然在這裏說 就是在你的立法會 那個財委會那裏說 啊 政府為什麼不派官員去 解答河套區發展項目 喂 然後人家 財委會 陳健波 在這裏回答他 啊 其實不用的 就是 然後被人串 原來你做了16年 就是這個議員 那個議事程序 什麼都不知道 真的 是快成這樣 真的 多的 他就是 很多時候都睡了 是啊 你知道 黃定光 就是一個 叫做象哥 最喜歡睡覺的 立法會那裏 那裏 另外一件事 其實如果你說 要 就是 很多人去這樣說 你去抓這個 戴耀廷也好 大抓捕也好 就是 那種這樣的 荒謬 就是你在這裏說 戴耀廷的 攬炒十步 最荒謬是什麼呢 戴耀廷也是寫的 是不是 如果你說戴耀廷 他寫的那個 攬炒十步 是計劃書來的 是一個這樣的計劃 來的 計劃去怎樣顛覆國家政權 那好了 看看 現在其實看回這個 攬炒十步曲 自從你去年 就叫做腰斬了 延遲了 這個立法會選舉之後 即是說 其實這個攬炒十步曲 就去到 你35PLUS之前 其實你去到第七步之前 戴耀廷說 應該是去到第六步之前 所做的事情 應該是這樣說的 應該是去到第三步 DQ議員 其實已經腰斬了 攬炒十步曲 自從腰斬了這個立法會選舉之後 其實已經沒有了 問題是說 戴耀廷所提出的攬炒十步曲 有一個程序 你DQ議員 DQ完之後 泛民又派Plan B 接著派Plan B之後 選完之後 都是多35PLUS的時候 去到財政預算案子的時候 才來否決你 否決你 然後去到特區政府 不聽你的意見 再解散立法會 再解散完立法會 都不聽你的意見 然後 之後 全國人大常委會 才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然後 國安法 會直接適用香港 解散立法會 成立立立會 由下屆特首 協商產生 並且 大區抓捕 泛民主派的領袖 去到這一步 就是攬炒第八步 來的 在我們沒有選舉的情況下 沒有這個35PLUS的情況下 你見到 竟然 人大常委會 和國安警察 喂 促成了攬炒第八步 他竟然聽這個戴耀廷說 做足了這些事情 即是 戴耀廷的攬炒十步曲 是要你特區 和人大常委 充分配合 才有十步來 你不做了 何來那十步呢 其實你中間都還 基本法在設計那裡 其實就是這樣的 我記得 在討論基本法的設計的時候 就有講到 可不可以被立法會 不通過這個預算案 不通過會不會 政府癱瘓 好像美國政府 來不中出現那種情況 那些公務員要回家 因為沒有薪水 那些聯邦政府的 各個大小辦公室 各個衙門都關門了 那為了保證 不讓這種情況發生呢 那第一 那你特首有權 立即用回去年的預算案 即是不死得 即是你用回去年的預算案 那你最多說 就是多出來的那些錢 或者你多要的那些錢 那你都可以立刻 用回去年的預算案 那理論上 政府真的不用癱瘓的 即使你今年的預算案 多了些 那你有回去年的那些錢 那起碼都用得十個月 十一個月 那再慢慢看 怎樣解決政治危機 那你整個基本法的設計 就是避免政府被癱瘓的 即使你去取消 即是不過那個預算案 政府都不用說 立刻關門 沒有糧出 好像美國那樣 就是因為當時的 北京的設計者 老平他們 都已經想通了 那就很難出現這種 攬炒的情況 其實 嗯 是啊 應該有本身 基本法 這樣的設計 怎樣給你處理 行政立法 他們緊張關係 就是這樣的嘛 如果有些事情 談不起來的時候 喂 其實如果你解散了立法會 然後再給市民決定 他們適不適宜 留在立法會 如果香港人覺得 這一幫癱瘓了行政 這個預算案的 這一幫泛民議員 是完全不合理的 完全是 就是用來搞事的 喂 那不就選他們了 像我梁振英說的 還怎會讓他們留在立法會 如果 市民都依然 選他們進去的話 這就不是泛民議員的問題 這就是林鄭特首的問題 是不是 這個矛盾是要他解決的 而基本法本身就是提供 一個這樣的憲政秩序 一種憲政鋪排 讓我們去處理矛盾 不去處理矛盾 現在竟然 你看到人大也好 人大和國安警察 竟然他加速到 自己去推到這個 攬炒十步 現在呢 真厲害了 我們真的要多謝 大耀廷 要多謝 人大常委 和國安警察 因為 大耀廷說到 攬炒十步 第八步 還有下一步 下一步 就是會促使到 香港街頭 社會街頭的抗爭 變得更加激烈 鎮壓 也變得非常血腥 港人就會發動三霸 令社會陷入停頓 然後才激發到 2022年1月之後才發生的 就是西方國家對中共實行政治和經濟制裁 你看到 自從上個星期 泛民呢 55個人被大抓捕之後 你看到歐盟官員也好 美國政府 以龐佩奧做標準也好 他們都出了聲 會考慮制裁 對呀 那你現在看到 戴耀廷不用搞三十五plus 沒有選到那麼多人 他依然做到攬炒十步 真的 即是你會見到現在的確確 是特區政府破壞了香港的法治 特區政府令到大家 即不是香港市民 令到國際社會 國際的財經界 會擔心 如果香港沒有了法治的話 那你可不可以 還是做一個好的國際金融中心呢 我們都見到很多媒體的報道 就會說 有一些國際媒體機構 這個職員演 以至是一些外國大企業 在香港的區域總部 或者是一些外國的金融機構 都要重新盤算過 是不是真的要離開香港呢 我們都見到 東京、新加坡 即是說 如果你們各大金融機構等等 各大媒體離開香港的話 可以想想我們 東京也好 新加坡也好 這些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選舉都沒有 現在你都延遲了 九月才選 但是你呢 是過去一年多的倒行逆施 是嚴重地破壞了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明星 和吸引力 和大家對他的信任 現在 既然去到攬炒十部曲之前 你看到蓬佩奧就出了聲 因為其中 其實是55個泛民被大抓捕 其中一位 就是民主動力的師傅 就是美國人 就是那位律師 關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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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動力的秘書 或者是 他長期都是監任民主動力的秘書 和師傅 是啊 教授你和他很熟 是啊 是啊 因為他是美國公民 蓬佩奧就說 不會容忍 美國公民被這些無理的法律 拘捕 不會袖手旁觀 所以他已經爆響了 可能針對香港和台灣做兩件事 香港方面 他就說 他會針對駐美國 香港駐美國的經貿辦 做一些限制 除此以外 他也可能解放台灣的政策 其實已經很快做了 上個星期六 你看到蓬佩奧已經發表了聲明 會解放美國政府 對台灣的外交限制 這個外交限制 本來其實是 例如你說 在台灣 在美國 不可以升清天八日五地紅的期 2015年的時候 奧巴馬政府 他也頒布過對台交往準則 行政備忘錄 這些包括禁止駐美代表人員 進入國務院大樓 以及禁止台方在華盛頓的商將圈 譬如說 駐美國的大使官邸 和台灣政府的物業 不可以升旗 這些 現在已經撤銷了 現在是 而且比較令人觸目的是 撤銷所有美台官員交流的限制 對 沒錯 大家都看到 過去一年已經有一些內閣級的內閣部長級 或者準內閣部長級的官員都去台灣 台灣的內閣官員也有到美國訪問 在美國也看到比較高層次的官員 最近 蓬佩奧在落任前 還派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訪問台灣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所以很多時候都擁有內閣國員的地位 內閣國員的待遇 這件事當然是激到老共 紮紮跳 但是外交部 或者官方 他們都不敢 怎麼出聲 但是每逢 他們有些事情 就激到紮紮跳 但是又不敢出聲 不敢再去刺激你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很適合環球時報 胡錫進那些出手 環球時報警告 北京需要向美方 發出他們必須懸崖立馬的強烈訊號 就譬如 再派一些軍機 飛越台海的上空 要宣示主權 其實一直都在做 可能次數更加頻繁 如果你說只做到這樣 其實就證明你沒什麼 見到 不要理胡錫進 中國政府的官員 從外長王毅以上 都是很清楚地表示 希望拜登上任 會考慮跟中國 恢復對話 恢復談判 透過談判 解決爭端 似乎在正式官方的層面 已經伸出橄欖枝 畢竟從很現實的角度 考慮你現在的特朗普總統做什麼 他的政府做什麼 國務卿蓬佩奧做什麼 大家都說 都是十日八日的事 1月20日就已經是另外一個總統了 理論上 就不需要太跟他計較 反正都有新總統 有新的外交班子 中國的官方立場 似乎都是 希望看下 有沒有機會 恢復談判 恢復對話 嗯 其實如果你說 這個解鎖作用 對台灣 外交政策的解鎖 你說在奧巴馬時期 這個官員 那個叫什麼 說服 其實他都去說 這個叫做 國防部 前印太事務助理部長 阿薛瑞福 倫德爾 他這樣說 一早就應該這樣做 但現在問題就在於 你這樣做了之後 其實 這個 拜登政府 他都有權不跟 你台灣的學者 陳一新 就是淡光大學 國際關係的學者 你這樣做 不要說不好 但問題就在於 你現在 撤銷了限制 但撤銷了限制之後 因為你的前任總統 譬如你特朗普總統 即是特朗普政府 因為他沒有撤銷了限制之後 做一系列的解鎖動作 譬如你說 你讓蔡英文來 或者蓬佩奧訪台 沒有這樣的先禮 如果你本身做了這樣的先禮 就會令拜登 其實會比下去 正正因為你現在太闖處 當然 他闖處有他闖處的理由 因為 他現在正正因為 連任不了下去 自在套著拜登 所以 拜登的情況 其實 好像 想框著拜登對台政策 但是 是否框得到呢 其實好像 很多人都會有疑問 其實是 分歧很大的 因為你有兩方面的考慮 第一方面的考慮 當然就是 理論上 理論上 從政治的倫理方面 就是一個 來任的總統 就不應該去束縛著 一個即將上任的總統 這正正是 為什麼呢 選舉完了 你輸了 你來任了 後任總統就來上台了 那你就叫做 低腳 騙政府 就是這個意思 你不應該 做很多事情 去驅促下一任 這樣就是 違背了政治倫理的 不過當然 你不一定要守這些規矩 因為這些都不是 白紙黑字的法律 你一樣可以 採取種種的行動 給後任總統 種種的壓力 不過當然 現在的 特朗普總統 以及他的國員 包括蓬佩奧 都有另外一些壓力 因為剛才你也提到 美國國會已經是 開始說要 去彈劾特朗普總統 意思就是 最後這10天左右 都好 都是盡量 不讓你做任何事 盡快 去踢走你 所以我想整個特朗普政府 現在最重要的工作 都是游泳國會的議員 為了這個彈劾 做種種防禦措施 不希望在這麽短的時間內 被人通過這個彈劾的法案 所以 的確 政府內部 去處理這些外交的問題 真的未必有這麽多精神 未必有這麽多資源 內部的困難 內部的挑戰 似乎都是 他們最重要的考慮 嗯 但我覺得 就這樣說 即使是特朗普被彈劾 也好 正路來做法 其實是 拜押彭斯 去處任總統 你看到現在 即是龐佩奧 其實他對華政策 他們現在做的事情 其實都不需要問過 為什麽特朗普的了 其實都 即是 即是龐佩奧 這個人稱龐太師 的龐佩奧 他自己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當然 你看到 其實 中共 亦都不敢怠慢 其實你看到 其實他都準備好 做了最壞的打算 台灣他可以這樣做 他現在是可以 解鎖了對台灣的外交政策 那好了 但對香港會怎樣做呢 香港其實 他怎樣去限制經貿辦呢 其實那個 即是實質 作用不太大 其實說真的 但龐佩奧也都說過 制裁 那制裁來說 那你見到 商務部 在上個禮拜 中國商務部上個禮拜 亦都發佈了 這個叫做 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 不當域外使用辦法 來做反制 這個新規定就說 如果 商務部確認 有關的外國法律 和措施 存在不當的域外 適用情形的話 國務院的 即是商務主管部門 就可以發佈 不得承認 不得執行 不得遵守 有關的外國法律 或者措施的禁令 這樣 他說 亦都這樣說 其實這個就是針對 中國公民 和法人 如果被禁止 和被限制 和第三個國家 或者地區 開展正常經貿 或者相關活動的話 就會 可以向商務部 申請豁免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就是 喏 商務部做了一個 反制的 措施 其實教授 你覺得有沒有用呢 其實 像你說 我同意你說 龐貝奧有很多事情 最後這幾天都不用 一定 要正式問 國朗普批准 譬如他說 要這個 對這個 對這個 香港駐華盛頓的 經貿辦 有些制裁的話 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 美國的官員 拒絕 經貿辦的任何官員 有什麼來往 有什麼接觸 有什麼開會 有什麼諮詢 全部都停了 這些 大概都不用 驚動總統 就可以立刻做了 亦都可以 非正式地做 即是不出聲地做 亦都可以 正正式式地通傳 就說我拒絕 和你 有任何的接觸 這些都可以立刻做的 其實 在中國政府來說 要去反制 首先第一 就是考慮到 實力是不太對稱 沒錯就是實力 就是 美國的商務部 透過正確交易委員會 可以對中國在美國上市的公司等等 是提出很多行政上的制裁措施 這些措施對中國的大企業 特別是對中國在美國正正式式上市的企業 是可以對他們造成很大的困擾 反過來 中國的股票市場 中國的證監會 要制裁美國的公司 就是沒有什麼力量 因為美國沒有什麼公司在中國上市 你反過來 你能夠去反制裁別人的東西 就真的手上不是那麼多 別人要制裁你的企業的東西 大家都看到 很多大國企在美國上市 或者在美國從事互聯網生意 都被這些制裁造成很大的困擾 嗯 就算你現在 你弄了一個這樣的阻斷法也好 那個阻斷法 其實你說不承認外國的這些法律 他們有沒有效 那個是沒有意義的 其實 因為 你不承認不代表他不去限制著你 等於就是說 喂 現在 他說的事情 不是只是針對香港制裁那麼簡單 他甚至乎 其實他現在暗示了 你搞我台灣 我現在就對北韓 對伊朗 甚至對俄國的制裁 因為他 其實他現在 他現在的商務部 他說的說法 就是說 因為你長期來 就是 有國家禁止中國人 與有關國家之間的經濟往來 以及脅迫其他國家企業 和個人停止相關的經貿活動 就是說 他不是說 只是不承認你 對香港的制裁那麼簡單 他甚至乎 他是用 莫視 忽視 你現在對伊朗 對北韓 對俄羅斯 的制裁 譬如你說 你不讓我買伊朗油 以前 我也鬼鬼祟祟 我明白的 我就聽你怎樣 就是 鍾石油 台面上 可能不會理你 但是現在呢 現在他就擺明 他現在跟伊朗買油 就等於他現在 這樣鋪路 因為他這樣說 如果他是查明 你這種法律 是不恰當的 是沒有理由的 他就會漠視 那大哥 你怎麼會承認 美國的制裁 是有理由的 其實是 是不是先 簡單來說 很容易多很多孟晚舟事件 因為你中國的大企業 會跟伊朗啊 北韓啊 那些有交易 那些 事實上呢 前好幾個月 大家都看到很多 這一類的報道 就說 中俄的大郵輪呢 在公海上呢 就把油呢 就把油呢 就倒進去北韓的郵輪那裏 那裏 北韓呢 就把北韓的郵輪呢 就拿回去 去北韓 那就破壞了 針對北韓的種種禁運和經濟制裁 那其實這一類的交易呢 那很容易找到證據的 現在的衛星 其實都拍了你的照片了 所以呢 在這個 如果是相互進行制裁方面呢 就似乎就是 很容易呢 大家理解到呢 美國的有關當局呢 會掌握不少呢 好像 孟晚舟事件啊 好像 中俄貨輪啊 中俄郵輪 泵油給北韓貨輪啊 給北韓郵輪啊 這些事件呢 那觸發起呢 真是 很容易 很多這類的個別的制裁呢 那對中國的大企業 特別是一些大國企呢 都會造成很多困擾 是啊 這些困擾就是 其實是 你如果這樣做呢 如果你的商務部就說 不承認 不執行 不去遵守 這些外國法律 和措施的禁令 那好啦 你不承認 你不執行 那就是 其實美國不需要你配合的 美國從來不需要你配合的 他只不過就是見到哪一個 即是公司 或者個人 違反了這些制裁呢 他就會報復那些相關人士和公司 譬如你中海油 你賣給北韓 你和北韓做生意的 你或者你和伊朗買油的 你中海油做伊朗和北韓之間的中間人 那你就做了 你做完之後 你都說不執行 你不承認 但問題就是 當美國要制裁你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不在乎呢 你可以不承認 你可以不執行 但你不能不在乎 你不能不覺得是肉痛的 是吧 就是這個問題 大家看到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伊朗 因為美國制裁伊朗 美國制裁伊朗 就是說它的發展核動力 發展核反應堆 做一些農宿油 等等的活動 是違反了規定的 理論上其實就是 歐洲的國家 就是法國、德國、英國等 都不是很支持美國制裁伊朗的 但因為美國是掌控了整個金融系統 這個制裁對伊朗的打擊很大 就是伊朗 你即使找多人買油 給錢就真的很成問題 是 那又怎樣加益呢 你有賣 又有人肯賣 那又怎樣給錢呢 就是很難說 找一個人拿著美金 一件美金拿去伊朗、德克蘭給錢 那你銀行做不到 所以呢 因為美國畢竟今天 都掌控全球的金融體系 銀行體系 在這方面的制裁呢 是比較有力很多的 因為呢 這個銀行做 沒有銀行做 這個其實 中國想到辦法 就是我們都聽過一間銀行 很出名 就叫昆倫銀行 是吧 很多連登仔 其實他們是開玩笑的 啊 就是你現在這個什麼 林鄭被制裁 就去昆倫銀行開戶口 昆倫銀行 有指昆倫銀行 是不做這些 零售個人業務的 他就是做什麼業務 他雖然被制裁了 昆倫銀行可以是 不用美元交易 而是可以生存到一間銀行 但是這間銀行是怎樣運作呢 有些人做過Researcher 有些人做過這些 這些 這些 不知道他做過Fact Track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靠 如果網友覺得Fact Track有問題 可以更正 其實昆倫銀行 其實他安排你 中國的公司 和北韓 或者是和伊朗做交易 他不是說真的有 這個叫做 美元的交易 其實他純粹是 幫你好像做一個公正行的角色 比如你說 伊朗 即是你賣藥 賣三桶油 是值多少錢的美金 他和你計算了一個美元價值 和你計算了一個美元價值 之後呢 中國這邊呢 就和你認了這筆帳 然後呢 就和你計算相關產品 等值的貨品 就和你伊朗去做交易 即是說 其實 這個昆倫銀行 就純粹是做一個 計價的中間人 就幫你促成一種 就叫做 是以物易物的 那種Bartat Trade 其實是 即是中間 他是沒有美元 是做交易的 即是交易的 這個 中間人 其實是 他純粹是這樣做的 他是這樣 不等於他是 是可以什麼 其實 這類的 這類的措施呢 是可以做的 即是任何一個受到 國際制裁的國家 或者大機構呢 都可以利用這一類的機構 這一類的措施呢 是處理一些交易的 是可以的 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呢 幾十年前呢 南非呢 因為種族歧視 受到制裁呢 他都是有這些這樣的 這類的金融機構 即是問題就是 不是很多大企業 或者不是很多呢 是做生意的人呢 是願意驚守 這些銀行的嘛 因為理論上呢 就是如果你有一間大企業 你用了這間銀行呢 可能被其他 國際金融機構制裁你的 即是說 阿草 你整天都幫助金融銀行 我怕你了 我不跟你交易了 總之我不讓你開戶口 所以呢 風險呢 都不小的 理論上當然可以 即是剛才我說 你做到最盡了 那你就買了一些東西 你就找人拿著皮結 拿著皮結 美金去拿去德卡蘭給錢 都可以的 是嗎 不過問題就是很不方便 如果你有很多交易 那你真的很難做的 是啊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呢 說到最後呢 即是商務部你搞這個 所謂的左斷法呢 其實都是一種行動多於實際 其實 其實你商務部亦都這樣說 他就說 不只是中國做的 是吧 他說歐盟也做過的 歐盟也好啊 墨西哥也有啊 加拿大也有啊 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有啊 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有啊 因為其實你墨西哥和加拿大 其實和美國是有一個 美麥加貿易協定的啊 沒有理由他們有一些 即是法律是公然 漠視美國制裁的法律的啊 即是這些南美國家都有 但是歐盟呢 是試過 就是說 他說 整個左斷法呢 是不理 即是對這個 美國對伊朗實施的制裁 即是兩年前 即是特朗普 其實他就說 不再承認 這個核協議 即是和伊朗之間的核協議 那時候 歐洲就覺得 這是特朗普的 單方主義的行為 他們那時候也都說 其實是不會承認的 但問題就是 你最後這些公司 雖然你歐盟不承認 即是美國對伊朗的制裁都好 他們依然都要跟美國做生意 他們依然 他都要 即是 即是不能夠不理 其實 是吧 是 你剛才就說 英國法國德國 其實就 是很支持美國對伊朗的制裁 是啊 他覺得伊朗基本上都守規矩 但是在這樣的驅速下 他都很難 避開美國和伊朗交易 其實呢 當我們講這一類的制裁 反制裁的措施 大家也都明白 這幾兩年 北京對香港的政策 是造成很嚴峻的反效果 就是 整個西方世界都會對中國 都會對中國重新評估 而這種重新評估 在美國來說 是兩黨一致的 即不是說 只是共和黨 或者是民主黨 誰做總統不同 不是 而是整個民意的基調都是這樣 而這些影響 大家都會見到 是長期的 是深遠的 譬如隨便舉幾個重要的例子 第一 當然疫情有一個關係 就是很多美國的著名大學 就不太歡迎中國留學生 特別是有關高科技的研究項目 就會大量減少中國的博士生去讀 這個坦白說 對中國取得外國的科技 對中國從事高科技的交流 有很大的打擊 中國的大企業去收購外國的公司 從而希望爭取到一些高科技 爭取到一些名牌 爭取到一些管理的技術 亦都很困難 很多西方國家 不只是美國 一聽見中國來收購 都打醒十月的精神 一般都不準 另外 中國去外國投資 從事種種的技術交流 亦都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老實說 這些都是因為中國打壓香港 破壞了它的國際形象 在這兩年 當然香港不是唯一的因素 西藏、新疆、台灣都有關的因素 但香港無疑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這一類的打壓 其實是要迫使中國付出很高皇的代價 這些代價不會換了美國 美國總統 或者制裁反制裁 一時間扭轉過來 這個代價是很長期 而且亦都會很深遠 是啊 但我們又不知道為什麼 中央政府、北京政府 非常之有信心 他就看死澳洲也好 歐洲的國家也好 因為他長期要和中國做生意 就算講香港人權問題 新疆人權問題也好 都純粹是做樣子 其實是看死他們的 所以現在 為什麼不斷做一些 拆佬試沙煲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這樣 第一,中國會覺得財大氣粗 當然有一個基本的估計 西方國家 包括美國在內 都要做生意 如果犧牲中國的市場 犧牲的代價很高 因此我們會盡量向你施加壓力 也就是選擇淋的去壓力 好像澳洲這些中小型的國家 很依賴中國的進口 就會對它施加多些壓力 但是剛才說 你這種種種的措施 如果去得盡 基本上都破壞了大家的互信 長期來說也都破壞了你的形象 剛才說的是博士生 高科技的交流 去購買別人的高科技企業等等 其實這些反面的影響 這個負面的影響 已經一直開始出現 而且慢慢累積 當然你說 我不怕 我願意付出代價 但是你會問 為什麼你要付出代價呢 這種高昂長期的代價 值不值得你為了打壓香港而付出呢 起碼目前 就似乎 北京政府的意思就是 他願意付出代價 他願意付出代價 就是因為習近平的權威 是不備挑戰 他的自信 我覺得主要是來自這裏 過往 九龍治水的持候 大家都是這麼高這麼大 在這個政治局常委 七常委 大家都這麼高這麼大 如果你說做些事情 具爭議性的 如果你說 個個常委 七嘴八舌 不是很多人同意 其實你就會忌忌一點 但現在不是了 現在進入這個 雜合身 一人一人一人 就是這個 一錘定音的時代 他當然是可以任性一點 任性很多 他說 中國十三色 一億人 不會那麼容易跪低的 不會那麼容易低頭的 他說不低頭 你就一定要低頭的 其實是 中國人就一定要有 大局思維 一定要有什麼 他說什麼 習近平說四個意識 有政治意識 這些大局意識 這些責任意識 這些意識 最重要是抵得想 他一個人就說 博彩 然後你就要抵得想 這件事 這件事 就是展現了 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做決定 最重要是 不可以以而不決 像香港那樣 就做不到事情 但我覺得中國人很可憐 我覺得 充滿信心 要人跪低這種心態 就是 可見的幾個月 或者年 會更加強烈 第一 就是剛剛 曹卿你也說 經濟就不太好 但中國的經濟 起碼表面上 就會說是不錯 因為他去年 九月左右 第三、四季 就開始反彈 那 他又說 去年的 經濟增長 希望 會達到 百分之二點二 就是全世界 大國之中 唯一他有正增長 今年呢 因為反彈的關係 是估計 會增長到 八至九 所以他更加覺得 自己財大氣粗 其實呢 政治因素當然就是 要準備明年的二十大 即是明年的二十大 今年大概 就會有種種的部署 又更加要有很多 輝煌的成就來撐住 所以 像你說 今年 就更加困難 因為 種種的 歐壓的政策 是會有 是會繼續 來持 甚至這些壓力 就會加強 會搞維穩 要搞政策工程 例如你現在 國務院 又弄了一個 叫什麼 新時代中國 國際發展合作白皮書 又說 全球命運共同體 大國責任 現在正在堆砌 一種 大國形象 和習近平的權威 這是為了 習近平的連任工程 而鋪路 所以 其實 現在 這一年 都不容易捱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教授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好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